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是建筑在江面或者海面上 不过大部分跨江大桥都有自己的特殊构造性 所以桥梁之间的参考意义实际并不高 而江苏的五峰山长江大桥 在一开始准备阶段就有很长的讨论过程 因为这座大桥不是一座普通的公路用大桥 同时还要兼备铁路运输的职能 这样一来就给修筑大桥带来了极大的难度 要是按照以往的修筑标准 只需要保证大桥的通过性 安全性 稳定性就可以了 在选择上有多种方式 但是 五峰山大桥的特殊性在于 不仅要求过汽车还要过高铁 那这座大桥的设计就不简单了 对于汽车通行来说 即便是几十吨的重气 其重量所带来的变形 对于大桥来说也是微乎其微 不过 高铁就不一样了 不同的车厢和车厢数量 决定了一列高铁动车组的自重 一般来说 一节车厢的自重在60吨 按照一列车八节车厢来看 一列车的重量在400至500吨左右 中国和谐号CRH2型动车组 八节车厢的自重为408.5吨 这样的重量加上350千米每小时的设计速度 一般情况下 桥体受到这么大的短时赫载 肯定会出现变形 从桥梁设计上来讲 这种跨江大桥需要一定的韧性 这种韧性必须给予桥梁一定形变的能力 因为江面上的桥梁通常会受到来自江面气候的影响 横向风会使得大桥结构发生形变 如果不给桥梁施加这种韧性 那么桥梁在承受车辆的路面压力的同时 还要受到横向风的影响 此时 桥梁的结构很有可能发生断裂或者坍塌的风险 因此桥梁通常不会修建的太硬 但是这样一来 对于高铁通行来讲就有问题了 如果形变过大 铁轨没有一个很好的支撑力 对于高速运行的动车来讲非常危险 好在这种解决方案并不是特别困难 桥梁的整体结构只需要进行一个加固就行了 通过对桥梁进行一种航架结构的加固 那么就可以有一个较好的支撑力 同时还不会对桥梁产生太大影响 对于桥梁来说 这样的工程需要建设空间框架航架 这是一种大型平面结构的四面体 在尽力学中 航架的每个连接节点都具备一定程度的压力支撑和形变范围 航架的稳定性取决于航架的几何形状和构建数量 而航架数量则需要通过对连接的节点计算来得到 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硬纸板夹层 装鸡蛋的硬纸壳都可以理解为一种简单的平面航架结构 有了航架结构的支持 那么运行在桥梁下方的铁轨 就可以在桥梁承受一定形变的同时 还不会影响下方的铁路通行 最难的地方在于该如何让桥梁保持稳固 既然要修筑一个比较软的大桥 那么在支撑方面就不能像其他渡江大桥一样 每隔一段区域建设一个厚实的桥墩 所以设计方案的另一个难点在于 五丰山大桥必须用悬索的方式 来保证桥梁的行李变化 不过办法总比困难多 为达到这一目的 中国工程专家研制出了标准强度为1860兆帕的新一代高强钢丝 合适和其直径的大型挤缆机和缠丝机 然后制成了两根直径为1.3米 长度约1932米 承受为18万吨拉力的竹篮 到这一步 只要我们再打造出合适的锚定 然后将竹篮固定在上面 那么五丰山大桥的承重问题就得到了解决 但无奈的是 五丰山大桥北岸锚定的施工地址 类似于沼泽地的水塘渔池环境 旗下的地基流速状淤泥层达到了8.4米 土质疏松容易坍塌 承载能力很差 想单纯挖个大坑 把锚定浇注好 那是肯定不可能的 于是中国的工程师见招拆招 为五丰山大桥的锚定 打造了世界第一的锚定陈井 大桥锚定陈井的作用 就是牢牢扎在地下 通过选锁靠着自身重量 稳稳拉起桥身 按照设计要求 需进行十次混凝土介高胶柱 分三次下沉到位 中交二行局 五丰山大桥项目部有关负责人介绍 陈井就好比一个长方体的盒子 一边接高一边下沉 最终将沉到地下56米 盒子内布满隔仓 下沉到位后 再往隔仓内灌注混凝土 成为强大而牢固的基础 再在上面进行大桥锚定和蹲深施工 作为连云港 淮安 扬州 镇江铁路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和过江通道 五丰山公铁两用长江大桥 地处镇江 跨越长江 大桥全长6400多米 其中 主跨1092米 采用单跨悬吊缸航航梁选锁结构 上层为八车道高速公路 设计时速100公里 下层为四线高速铁路通道 设计时速250公里 大桥建成后 成为中国第一座铁路选锁桥 也是世界上 赫载和速度第一的工铁两用选锁桥 超过此前世界上最大跨度 工铁两用选锁桥 日本赖户大桥中的南北赞桥 数据显示 无丰山大桥的沉井长度达到107米 宽度为72.1米 面积超过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达到56米 整体重量达到133万吨 相当于186座法国埃负尔铁塔 在此之前 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 打造过规模如此巨大的沉井 为何要建这么大的沉井 对此 设计这座大桥的中铁大桥院副总工程师徐公益解释 因为主桥要承受八车道高速公路和四线高速铁路带来的压力 这座跨度超千米的高速 重载大桥 主桥总赫载达到17万吨 相当于武汉的阳四港长江大桥的主桥赫载 加上一艘航母的重量 而选锁桥是靠主桥抗拉提供受力 锚定沉井又拉住选锁 拉起桥身 因此 主桥锚定的规模和结构受力都要随之增加 这就造就了世界第一景 沉井的完工 为整座桥梁的建设成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那建成后的武丰山大桥 又给当地带来了什么呢 2019年12月26日 武丰山大桥完成主桥合龙工程 实现全线贯通 将它建成通车之后 连云港到上海的交通时间 从原来的11个小时 缩短到3个小时 扬州也一步接轨苏南 融入上海一小时的经济圈 至此 江苏城市圈的时空联系更为紧密起来 交通不变 也彻底成为历史 好了 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还想了解中国哪些领域的成就 欢迎在下方留言互动 最后 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 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 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 关注我的频道 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 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感谢观看 谢谢观看